美国反谍最高官员,中共针对美国投入谍报资源多得可怕,美国反谍主任伊万尼娜2017年10月在一个安全论坛上发言路透社美国反谍行动最高官员说,中共正在投入多得可怕的资源,对美国展开间谍行动长远来说是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 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威廉伊万尼娜,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二,2018年9月4日播出的一个新闻访谈节目中说,中共间谍行动的目标是美国的学术机构,工业,科学研究项目当然还有美国政府,他说中共政府整体上都在谋算如何从我们这里拿走他们要的东西。 北京从来不承认对美国,对任何国家和群体,实施过任何间谍行为,但是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却在2015年,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不为商业利益发动网络渗透和袭击。 伊万尼娜说在那之后,中共的确暂停了针对美国的网络渗透和袭击但没过多久,他们的网络攻势又回到了以往的规模。 联调局长克里斯托弗雷2018年8月在白宫记者会上,美联社美国联邦调查局局常克里斯托弗雷今年7月在一个安全事务论坛上强调中共的情报工作遍布美国, 是美国当今面临的最广泛、最具挑战性、最严重的威胁反谍中心主任伊万尼纳环,说中共和俄罗斯针对美国的间谍行动,还扩展到古巴、墨西哥和非洲等的。 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大门路透社去年10月美国驻古巴使馆以及今年5月美国驻广州使馆的外交人员遭到疑似神秘声波的攻击出现脑部受伤以及其他诸多病症。 伊万尼纳说除古巴和中国大陆广州外其他一些地方,也出现了类似的可疑现象,她说来自联调局、中情局、国家安全局和国务院的一个小组,正继续对这一系列类似事件深入调查。